就是中国古典的史中的 虫《苏巾小人》 五十年我进来 那么我就亲眼看到了 这个时候 就是從延安來的江峰牧樸 他們穿家庫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 這些人對黨、對美術事業 徹端中心 來了以後 就對西化系、國化系 都不能為政治佛物 所以他們有意圖 就要把古靈藝座給造成延安如藝 所以把西化系、國化系撤銷 合併為繪畫系 這樣一來 國化的老師靠邊了 西化的老師也靠邊了 那麼上課的多數是 就是從他們 從北京啊、從上海啊 帶過來的 這個也有延安來的一批老師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整個的教學是影響很大的 那麼這個最有影響的五大語 五大語是基本上是解聘了 那麼切轉了 這個 反新派化的運動 所以新派化就是形式主義 那這個也靈鋒眠 這個蘇天師 還有下面一幫學生 這一場運動以後 就靈鋒眠 就也主動地離開學校到上海去了 所以我進來 50年進來 還是屬於繪畫系 那麼到55年就成立 國畫、油畫、版畫 三個系 正式又成立了 就是恢復到原來的 但是老師已經完全不一樣 但是整個都按蘇聯的教學 蘇聯的大綱給五年治 這個新中國一成立之後 這個中國當時整個的社會 思想其實很單純的 就是國民黨打倒了 共產黨領導建立新中國 而新中國我們的老大哥就是蘇聯 那時候西方都是帝國主義國家 朝鮮戰爭那時候 這個韓戰後來 朝鮮戰爭一爆發 對美國的批判非常強 要反美、仇美、打倒美帝國主義 那西方其他的國家也沒有任何的 跟中國之間的交流關係 所以大家就是把蘇聯作為一個榜樣這樣的 不光是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藝術上還是都這樣 那所以年輕人 就跟現代年輕人 一個是他有這種 要找新鮮的東西 他希望能夠 這個東西最新、最革命 當時來講就是最前進 另外一方面也很最洋 就是那個時候蘇聯過來的東西 就是非常 跟中國非常不一樣的 你就覺得他連他們 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穿衣上 他們什麼這種衣食住行 反正都是中國人所追求的這種理想 就有點像 後來年輕人看美國是一樣的 他有一種從洋的這種 從蘇的這種一種思想 也是一種時尚的感覺 是一種非常時尚的 你如果會唱兩個俄文歌 那個拉拉手風琴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都很用功的 雖然那個時候 我們並沒有蘇聯的老師 但是都是想學到 能夠畫到 像蘇聯油畫這種水平 那麼應該是大部分的 我那一代人 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到了五六年 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 這應該是從建國以來 最大的一個外國展覽 到上海 就是墨西哥的展覽 墨西哥的藝術展覽 它是1956年 大概到上海的時間是10月份 到了上海 在那個我剛剛講的 中蘇油耗大廈 就是在蘇聯展覽館展覽 展覽那個時候 我們全部都去了學校 因為那個規模很大 有幾百張油畫 還有很多版畫 所以都去看了 那一看了之後 就發現 他們的畫跟蘇聯 我們所見到的蘇聯油畫 太不一樣了 居然還有各種各樣的畫法 除了顯實的 就是蘇聯的畫法之外 還有因為墨西哥的那個展覽 我想它除了包括像 李維拉 謝格老師這些 他們本身就在歐洲學習過的 這些搞現代主義的 他也包括還有其他的象徵主義的 還有很多跟他的 比如說跟他們民族傳統 跟他的那個 古代的藝術有關的這種風格 就是非常豐富 各種各樣的表現方法 各種各樣的題材 在那個展覽中 所以對 我們自己 正在學習的學生來講 就是等於是突然又 打開了一個另外的一個窗口 所以說突然就開始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像蘇聯那樣畫 所以實際上就說 57年58年 儘管從主流在政治上 還是繼續高舉 像蘇聯一面倒 一面倒全面向蘇聯學習的 因為當時中蘇關係還很好 雖然政治上還是這樣講 但是實際上在年輕人思想中間 包括我自己 就已經對當時盲目的崇拜蘇聯 產生了很大的懷疑 那麼特別是覺得 西蓋洛斯提出這個觀點 對我們是有啟發性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 我們可以喜歡蘇聯的藝術 我知道現在我還是很喜歡 俄羅斯和蘇聯的藝術文化 但是我不一定需要去模仿他 我應該尋找自己的道路 應該探索一種中國藝術家 自己最適合於我們的這樣一個道路 所以實際上這個轉變 大概就是從50年代到60年代 也就在我的畢業前後吧 大概有這麼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 臭腳 就是原來那個馬克西莫夫 五六年到五八年在中央美院辦了一個學習 影響很大 培養了一批中國藝術界的骨幹 這些人現在還在 都是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那當時影響確實很大 就是因為他至少是有一個 真的和尚來把經傳過來 所以後來就文化部就想辦第二次 就再辦一個辦 再請一個專家過來 當時辦在什麼地方 大概開始還沒有定 當然也很可能考慮到 第一個辦辦在中央美院 第二個辦也去辦在杭州 我們也是屬於文化部之屬 但是沒有料到就是正在這件事情 進行的過程中 中樞關係破裂了 中樞關係破裂 這個文化協定當然就都撕毀了 它已經就不來了 不來了之後 可是這個辦 這個遊訓辦的價值已經大起來了 等於說預算也已經批下來了 因此作為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等於是一個應急的一個方案 然後就去到羅馬尼亞就選擇另外一個國家 中樞關係破裂了 當時大部分東歐國家都追隨蘇聯的 就是中樞關係破裂 像波蘭捷克跟中國也破裂 那唯有羅馬尼亞那個時候是比較中立的 羅馬尼亞他也是跟隨蘇聯 但是他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不是說我把跟中國所有的協定也都撕毀 他羅馬尼亞保持了一個比較模糊的這麼一個地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他們願意同意派一個專家到中國來 那麼我先講這個 就是波歐巴的這個教學 它跟蘇聯教學不同 這個裏邊的主要是兩點 一點呢 它一來就強調個民族性 這個呢有政治背景的 因為這個時候60年 東歐國家的這些藝術家 他們對蘇聯繪畫已經有看法 所以波巴雷第一次講過 他就提出 istiyorum 你們學學崗爲都家 你要 Directed by 훴師 你們中國的藝術很偉 大 他認為你們還有個書法的藝術 書法的藝術 这他看来就是线条的艺术 好像是抽象艺术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他来了以后也接触到 也无所谓他们的画也拿出来 在走廊上 那他也看来觉得留法的画家 也画得好点 他也认好他们 还有呢 他跟国画系的老师的潘亭舍 很欣赏潘亭舍的话 所以他这个 就觉得你们中国艺术本身很伟大 所以你们学游画 不要招搬这个恶者的东西 应该结合你们名作的东西 要化成有中国特色的有化 这一点指导思想是非常的强烈的 第二点 他的整个的这个基础训练 是强调结构 强调这个深入的研究 风险 风险以后 就是要把这个模特儿像一本书一样 一夜一夜地看下去 从这个现象看到本书 不把的研究 他不是说你风险研究的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表现出来 他要求你体恋 要求你队光 要有感情有力量地把对象表现出来 能感动人 这个就把基础的东西 提高到意识的层面 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基础训练 是欧洲比较正统的 他提供的传考戏 比方说文艺复兴的 米格朗基罗 达文艺西 这些书苗给我们看 这是达拉格罗尔的 杜密尔的 达拉格罗尔的 像这个德国的丢了的 他认识 会把这个现描的东西 也当作树苗 因为在苏联冠地 那个现描不是树苗 本科毕业以后 我工作了两年 然后学校给我有机会 到北京中央美食学院去进修 那时候进修 那我就去了 董西文的工作室 那他对我的印象比较大 因为他跟我刚刚谈的那个观点 他非常符合就是我所想的这个观点 就是他提倡民族化 民族化 现代化 革命化 他认为这个 中国的艺术传统非常伟大 而中国现在 我们不应该走完全 跟苏派的这种方法 而且我们应该创造自己民族的 这个绘画的这种道路 那么他自己那时候画的那个开国大点 大家一看是跟苏联油画完全不一样 但是画得非常好 很崇拜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 我去了他那里之后就觉得这个 他对 因为正好符合我们 当时这些同学的要求 就 在他那边 也得到了一个实践的机会 就能够在课堂里啊 或者在创作上 能够表现我们 用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方法 来表现 他当时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困难时期 很多这个 寂寞啊 这个 过去了 过去以后呢 这个人相对来讲冷静一点 那么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公社就觉得老先生 还是有学问的 而这些老先生的年龄都大了 那么学校呢 就考虑配一些助手 那么 油画系呢 这个 分了三个工作室 就让老先生再穿家教学 就是第一工作室的助手 方改名的助手 是旅温人 旅温人 旅温人 适合我问他 当时我也不清楚啊 我说你是方先生的助教 我给他做助教 否认这个事情 在他看来 他已经画得比方先生好了 所以那个是 对老先生 不会画油画的这个观念 很强的 学书派的人 都有这样的观念 我家是没有经过 罗训班 那么我可能 也看不到他们的 老先生的 这个学本 实际上我是他的助教 但是呢 我不教学生 我是跟尼先生学 在这个教室里呢 四个五个学生 学生很少 嗯 那么他另外放一个模特 叫我画 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 我学了以后 一个很深的体会 就是 艺术的方法 是多样的 没有一种方法是唯一的 没有一种方法 他是一定可以 他到他的高度 我学了以后 这个体会 比我学到的技法更重要 所以中国话讲 画无定法 对 非有常理 画无定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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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